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NFS是什么呢 咱们先跳过这个麻烦的这一部分啊 咱们先说简单点的 大家先有个认识 我要从前面概念念起 我怕你听不懂 那NFS干嘛呢 其实说白了它就有点像什么呢 像咱们这个共享啊 你看咱们Windows里咱们要共享文件夹啊 或者共享文件别的计算机是不是能直接使啊 Linux里也有一个类似的这个机制 其实这个就是文件NFS啊 首先简单说简单说啊 一会咱们回个头去咱们再抠这些理论里面的细节啊 就是说什么意思呢 你在网络之中啊 你比如这台机器啊 这台 这台机器 这台机器作为一个什么呢 NFS的服务器啊 它在这个机上 你比如它共享的一个磁盘 叫什么呢 呃 根下的NFS下的Public 这么一个文件件啊 别的网络中的Unix Linux这些主机 就可以干嘛呢 把它这个NFS下的Public这个文件件挂载在本地的 比如它挂载在本地的MNT下的NFS啊 它挂载在home下的share.d里边 挂载完了以后呢 远程的这个目录文件夹里的东西呢 就像它本地的数据一样啊 实际它提供的是一个网络存储的功能啊 就是有点类似于共享 但是它更更严格意义上来说 它更像一个存储啊 这个这张 如果你说咱们后会有一张讲SGAS啊 其实它们两个应该搁在一块 它属于共享存储啊 还不是太呃 应该归到这个服务器这个范畴里 它应该是算存储的范畴啊 咱们这个CE阶段可能讲这个存储 还要讲SGAS啊 它们不应该不能算在服务器算存储啊 呃 这是它这个大体的一个了解 你就知道今天咱们讲这东西干嘛 就是讲这东西呢 呃 能干嘛呢 就是你网络中共享出来一块私盘 别的精神机能直接挂在使用啊 干这个啊 做共享网络私盘啊 那翻过头咱们再抠这个理论啊 那fs啊 啊 宣称Netfail System啊 取第一个字母 nfs啊 这哥们出身也算高贵啊 算公司啊 算公司啊 算公司也是很屌的 是吧 这个算公司挺有钱的啊 很多产品 是吧 啊 那么它开发的这个东西干嘛用呢 就是实现UNIX系统之间词盘文件共享啊 它是作为一个存储来出现的这个概念啊 那么UNIX之间 包括Linux之间 一般咱们传数据用这个啊 用这个nfs啊 Windows一般不用这个啊 咱们一般Windows咱们会不会再讲一个samba 还有ftb 跟Windows咱们传这个数据 这是在UNIX Linux之间咱们传用这个nfs啊 效率很高啊 呃 从原理量来说呢 这个东西我们为什么一开张我就说 我说这东西是个不靠谱的这么一东西呢 为什么呢 就是 nfs 它本身来说啊 它的这个传输文件的这个过程啊 是这样 nfs 本身它只是一个存储啊 它只是一个存储 它不负责来传输这个数据 谁负责呢 它要依赖一个叫rpc的这么一个东西 叫什么呢 远程调用啊 remount product call啊 他能够这个传输数据啊 nfs 是什么呢 nfs 只是一个文件系统 专门负责传数据 为什么不靠谱呢 今儿就体现在它上 它传数据的时候啊 它是有一个特点 什么特点呢 我看我这ppt应该写了啊 它这个调用服务的时候 它端口随机啊 使用111 但是它远程调用端口的时候 它要调很多服务的时候啊 它这些端口都是随机的啊 为什么叫不靠谱呢 你看咱们刚讲完这个前几章咱们讲房屋墙 你房屋墙你在限制这个策略的时候 你可能要写这种规则 是吧 我得允许谁啊 拒绝什么的 您这个端口要是来回老变 你说我怎么信你啊 是吧 我怎么允许你啊 所以这块有点不靠谱啊 它每次这个端口老随机 而且不是一个端口随机啊 很多端口随机 所以弄得咱们这个NFS 也房屋墙来说 一直是个问题啊 一直是个问题 后面咱们的想法解决这个问题 对吧 那您这个端口来回老变 那你传数据 是吧 NFS又依赖于你 也就是说 你NFS想干活 你怎么着呢 你这个服务得先起 这个服务起来之后 在它的基础上 NFS才能传入文件 那您这个东西多少老变 那我房口墙上 我就要想一些办法 是吧 想一些办法啊 这是咱们讲这个理论部分啊 它怎么干活的 就是NFS要依赖于这个服务啊 这个远程过程调用 RPC 咱们叫RPC啊 依靠于它啊 它负责传数据 NFS呢 只是作为一个存储体系啊 依赖于它的服务其实还挺多啊 还有什么像NFS啊 这种都是导致的一些这个服务啊 跟那个现在一般用什么LDAB啊 这种东西啊 来做 这种它都 像NFS什么的 也是依靠于这个啊 它要依赖于这个 说这东西干嘛 这东西负责在网络上这个找大家谁在哪啊 什么这些信息啊 然后负责 哎 我传你点东西啊 你你你返回东西啊 这个 然后呢 在它上面呢 有很多服务啊 NFS这种跑在它上面啊 那么大体工作原理就是模式 这是模式啊 我们首先来说要在这配一个这个共享存储啊 它叫NFS服务器啊 但实际上它应该是个存储 然后底下这些机器呢 啊 直接把它这个共享出来的这块存储挂在本机啊 就像在本地磁盘一样啊 挂上以后就像使用本地磁盘一样啊 很方便啊 我们NFS本身使用端口2049啊 这是固定的啊 RPC不靠谱啊 它底下一堆东西乱七八糟来回到边 但RPC这个服务本身 它端口111也是固定的啊 也是固定的啊 所以你你现在应该能预料到就是咱们这张为什么要在讲完防火墙之后讲 为什么呢 就是这张防火墙的事多啊 那防火墙肯定得开很多东西啊 写很多规则 为什么 这东西不像阿帕奇什么的 是吧 HTTPS 挺多你在多几个端口 是吧 多写几个端口 这哥们本身就东西多 本身他俩服务 俩服务还得一堆端口 是吧 他依靠的东西很多啊 那么以及呢 这个咱们还要讲什么呢 就是说 呃 在这个NFS服务配置里边有一些参数啊 有一些参数 这个参数咱们现在不说 这些参数咱们一会儿呢 呃 配着实验的时候咱们再说这些参数是什么意思啊 那咱们先 呃 按照咱们的这个正常讲和规律 咱们先做个简单实验 做个简单的啊 呃 那咱们就开始实验了啊 理论部分这块咱们一会儿讲到那儿那个配的时候咱们再说这块啊 但是最简单的实验呢 就是俩机器啊 俩机器啊 呃 请一侠 是吧 这俩机器干嘛呢 呃 把防火墙咱们先打开啊 我说了以后这个 讲完防火墙 你呀 防火墙就打开 讲完Slinux Slinux就得打开了啊 那首先说 这个服务怎么装啊 这个服务不用装 为什么呢 呃 这服务已经装好了 一个是NFS 一个是 RPC办的啊 这个服务 你看RPC办的不仅装好了 RPC办的已经运行了 NFS是装好的 但没运行啊 RPC办的默认是inable的啊 这RPC 那么咱们就依靠这个东西啊 呃 这两个服务都已经有了 不用装啊 如果你要真是装的话 装哪个呀 呃 叫 叫 叫NFS 应该叫untils 装哪个包 这个包啊 如果你要是没装的话 装这个包啊 装这个包 人家就写了嘛 这是这个NFS server啊 如果你的系统要没装 装这个包啊 NFS 干untils 啊 包括那个你要是RPC办的呢 啊 装哪个包啊 这个RPC办的啊 装这个包啊 呃 这两个包默认系统是呃 红帽机的系统已经装了 尤其这个这个服务啊 这个服务就是说 还是挺有用的 这个服务有好几个服务是那个依靠他啊 包括咱们刚才说的什么nees什么的 都是要依靠这玩意儿 这玩意儿是在网络上寻找啊 是吧 啊 他他这个协议挺挺有用的啊 啊 那么装完了以后没起 没起之后呢 咱们先不提的 咱们先看一下配置文件啊 NFS配置文件可简单了啊 NFS配置文件叫这个 BTC现在一个的Port 实际上这玩意儿不能叫配置文件 这叫什么呢 这叫输出啊 一个的Port不是输出吗啊 一个的Port加一S辅出的 它实际上是这个词盘的输出啊 是这个NFS的输出文件啊 真正你要说他的这个 就写他的这些信息的应该是在这个 呃 C4Config下的有一个NFS啊 这个实际上应该是 但是咱们习惯上一般不把它叫NFS配置文件 不愿意把它叫配置文件 一般习惯上咱们就大家都愿把这个叫配置文件啊 配置文件 你去看一行都没写 一个字都没写啊 那就是说老师 这这哥们比DRCP还懒啊 DRCP好歹还写一句 您可以去哪参考 这哥们更懒 一句都没写 对 因为他本身是输出文件啊 你想把哪个词盘输出出去 是写在这儿的啊 那咱们既然要写这个的话 这样 咱们先造两块共享存储吧 啊 造两块共享存储啊 比如说咱们makeDR 我一会要把这个跟下有一share1啊 我跟下可能还有一个share2啊 把这两个文件夹啊 为什么俩一会你就知道了啊 我这两个文件夹我都想那个共享出去啊 供别人访问吧 是吧 那为了区分呢 我在这个share1里边啊 我我建点东西 比如说我建fail1.9 来 建9个文件 然后我在这个fail2里呢 嗯 A 啊 A.h吧 那么我们这个share1里就是fail1到9 是吧 呃 呃 fail2里边 就是fail1到h 啊 这一堆啊 啊 差不多就是这样的啊 差不多就是这样的文件啊 那么我们接下来干嘛呢 就是我们要写方向墙啊 写方向墙怎么写啊 咱们先要看一下这个NFS服务 我先把这个服务提起来啊 我先把这个服务提起来啊 服务提起来之后是这样的 刚才他们说了 说NFS它你走的端口是什么呢 NFS 哎呀 稍息的一杠杆 来 来 来 死的 你自己默认这么查 实际上你是查不到的啊 你查谁啊 咱们查这个2049吧 你查2049 你能查到啊 这个啊 这个2049 他现在已经开始监听了 是NFS这个就是他的服务啊 那么还有谁啊 还有咱们说他不是依靠RPC办的吗 看 这呢 RPC办的 他是跑的111 这哥俩来说呢 是这个固定的啊 这哥俩是固定的啊 那么在咱们防火墙这个规则里 Fairwall-cmd-杠杠 你比如说你后期你要加 你你加的话其实好加 为什么呢 你直接加服务就行了 加NFS 你看这服务是有的 包括你加这个RPC办的 你看这个服务是不是也有啊啊 两个倒好说啊 但是呢 还有一些服务啊 不是这么固定端口的 比如说咱们RPC它调用的很多东西啊 它不太固定 怎么叫不固定啊 RPCinfor 我们拿这个命令来查这个RPC的一些信息啊 上P啊 然后呢 我们查一下1.188.100.1 你看 它能列出RPC这个这个服务啊 它所有的这些 用的这些服务啊 端口啊 你看这个Podproper本身111 这是它主服务啊 底下这些服务是吧 底下这些服务 你看啊 你这个大概看一眼端口就行了啊 看一眼 一会咱们重启它 它会变的啊 我主要是给你看这个 System Control Restart一下 RPC 你就不用重启RPC了 你重启这个谁就行 NFS 你再杠P看一下啊 你发现了吧 你像这个很多端口 你看什么 就变了啊 变了 您说你这端口来回变 你这服务来回变 那我怎么弄啊 啊 Monty 的这是2048端口 它没变啊 但是你看别的有的端口就变了 那FS不会变的 它永远是2049 Podmap 这永远是211 但是别的服务 你看有的变的啊 包括这个命令还可以干嘛呢 你可以直接用这个localhost 去查也行啊 也可以拿来查什么呢 就是什么呀 拿来查这个IP的啊 都行 你去查啊 你会发现这个它本身来说老变 那怎么给它固定住啊 咱们这个NFS本身其实有一个机制啊 哪个机制呢 这个机制啊 就是咱们说的实际上这个文件啊 才是NFS这个咱们叫一些端口的一些就是相关信息的配置文件 你要锁一个值 锁哪个值啊 你看这儿啊 这儿 默认是这个注释状态啊 lock的lock的锁定TCP port等于什么什么什么 锁定TCP端口 然后锁定UDP端口 这两个东西你应该给它干嘛 锁定了啊 其实是可以锁的 然后锁的话 你要给它一个这个端口 注意啊 还是那个规律 就不要用人家用用的这种常用端口 啊 挑个大的 挑个大的 三万啊 这个端口号就行啊 三万 好了 锁上它 把服务通系一下 这种方法可以让什么呢 RPC的端口啊 以后就固定了 固定在哪呢 三万啊 固定住 那固定住之后咱们就好写了 固定后之后咱们就好写了 杠爱咱们去不区分大小写啊 RPC啊 我这写错了 那有比误啊 那么就是这些端口 你需要给它固定住啊 你需要给它固定住 什么band monti 的 什么这些 这些什么 RPC standard 这些的啊 你要给它固定住 那怎么写呢 怎么写 Fairwall 杠 CMD 杠杠 Permit 注意啊 这个NFS的重点是防火箱 你一会你在底下做实验的时候 你防火箱照过这些 肯定能出来啊 这个重点是防火箱 为什么就是防火箱规则有点多啊 首先你要添谁呢 你首先 你是不是在添服务啊 添那个服务啊 NFS 肯定得添 对吧 还要添那个服务啊 呃 还要添这个 RPC band 是吧 这服务肯定得添 还有那个服务啊 Monti 的 这个服务啊 这服务应该添上啊 还有那个服务啊 啊 别的就是端口了 别的就是端口了 撒了啊 三个服务之后开始添端口 端口到底是什么呢 啊 这个 其实这个服务你可以不用添 那为什么呢 这个端口实际上就是Monti 的啊 但是添是没坏处啊 添是没坏处啊 添是没坏处 就是说我是举个例子 我是添上了啊 你你在生产一线 你做实验 你可以不添这个 为什么呢 这俩添一个就行了 要么添这端口 要么添这服务啊 这俩实际上是一个啊 包括还有谁啊 包括还有这个2049 这个也是一个意思啊 这个端口其实也是添不添两可 为什么呢 这个实际上就是他啊 这两个你添一个就行了啊 我这都添上了 但实际上这两个端口你可以不添 但是有一个端口 你一定要添那个端口啊 就是这个三万 而且呢 三万这个端口TCP的 UDP的都添上啊 这个 这是你要去添的啊 这个是你要去添的啊 这个是你要去添的啊 呃 别的端口 呃 其实不用去特意的去做这个啊 不用特意的去做啊 那么 这就是咱们说这个防护墙这块啊 说这防护墙这块啊 那么防护墙这块是重点 注意的是什么呢 第一个这个服务一定要添 这个服务一定要添 这个服务啊 然后呢 底下这两个端口啊 什么20048可以不添 2049可以不添 因为是跟上面重复的 这个一定要添 而且注意啊 TCP UDP都添上啊 都添上啊 当然你要是做的紧慎一点呢 你就 UDP 你也添上啊 包括这个 谁啊 还有这个 嗯 20048的 UDP 这样描述的更清晰 就是连服务你也写上了 连端口也写上了啊 但实际上不用都添啊 这种添法是添的比较复杂的吧 实际上你添哪个呢 服务服务啊 服务就行了 然后添一个端口 三个服务一个短口就可以了 这一个短口注意 TCP UDP都添啊 好了 那这咱们说啊 这两种添法啊 要么添服务 要么添端口啊 我是都添上了啊 但是你可以不都添啊 这是防守墙啊